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九集 暴走的婶婶 我 我 小妮子一张脸瞬间涨红 在家人看来更加的窘迫 漂亮的杏眼蒙上一层水雾 在烛光里晶晶闪亮 虽然我比较喜欢姐姐 但这种打一圈能哭很久的小妹子 欺负起来也蛮爽的嘛 许清安心想 许灵月鼓了鼓塞帮子 破罐子破摔水的抬起头 与许清安对视 我就是想知道 大哥是怎么从卷宗里看破案子的 假装自己不存在的许新年 无法再伪装下去 默默地抬起头 他自诩聪明 也看过卷宗 反复研究却毫无头绪 而那天 许清安问他要了卷宗后 立刻破案了 审神没有表态 但夹菜的筷子停了下来 不再咀嚼食物 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 除了巧合 任何人为的案件 都能找出蛛丝马迹 许清安白了白姿态 许新年不由地挺直了腰杆 认真倾听 首先 我通过押运睡银的路程 许清安把自己的推理过程说了一遍 许新年越听眼睛越亮 就像是在私塾上得到先生的解惑 他放在桌底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等许清安说完 许二郎一脸不过如此的表情 还不错 许家二郎向来口不对心 家里人早就习惯了 十六岁的漂亮妹妹低下头 藏好了眼里的那一抹崇拜 许平之振奋地一拍桌子 用礼语骂了句脏话 原来这样啊 我竟然没发现呢 许新年看了老子一眼 心说你能发现才是奇怪呢 许清安看了二叔一眼 想起一句话 奈何老子没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 二叔是个武夫 文化水平只限于书写自己的名字 而且写得歪歪扭扭鸡爪的一样 你个粗批 连乘凉都不会 婶婶 第一次自己的丈夫 你们清点银子的时候 是不是带了守护 许二叔回忆了片刻 诧异地问许清安怎么知道的 还真是金属呢 许清安悠悠地看着他 供词里怎么没说 还无关紧要的小事 有何可说的 说到这儿 许二叔骂骂咧咧 都怪那姓陆的 当时递了我一壶桂花蜜 你也知道二叔我的酒量 深不可测嘛 于是就贪杯喝了点 也没太在意其他的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最怕的就是你这种猪队友 如果卷宗上有这条的话 我能更快分析出案件真相 何苦死那么多脑细胞 在二叔看来 这也许就和别人 穿了什么衣服 梳了什么发型 是一样的 他压根没意识到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许新年一针见血的点出 如此看来 爹口中那个姓陆的 十佑八九 是陷害爹的人 都怪我胡队啊 差点害了全家 许平之忽然有点伤感 你啊 当年我与你爹 在山海战役中敌背而战 说过要一起活下来 一起飞黄腾达的 这我活下来了 你爹却战死了 那时候吧 我就在想 要想活得更好 那就得换个活法 怎么换个活法啊 不能再当炮灰了 所以啊 我让您儿去读书 选择了让你练武 其实啊 还是存了些私心的 沈沈白眼说 是啊 心都在亲子那里了 心里却想着 一年一百多两百银啊 听沈沈的意思 二郎不是亲的了 徐其安发誓 这话绝不是他想说的 是本能超越了大脑 原主对沈沈的怨念不小啊 沈沈气得拍桌子 你这个小坏种 你说这种话 适合举心 徐二郎和许灵月低头巴烦 似乎习惯了 许二叔头皮发麻 够了够了 这老子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还要听你们吵架 那不如死了呢 众人低头吃饭 说到那个山海之意 徐其安有点印象 世界广袤无边 大奉王朝雄居中原 好天下正统 大奉以武立国 以儒治国 最胜之时万国来朝 到目前为止 国座延绵六百载 二十年前 大奉联手西域各国 与北方的草蛮子 西南方的南蛮子 决战于山海关 各方投入战族 达百万之中 从开战到结束 仅用了半年 半年时间 百万生灵烟灭 乃有史以来 最惨烈的战争之一 史称山海之意 徐其安的父亲 就是死于那场战争 以我键盘侠的学识 以及地摊文学 总结出来的规律 任何王朝都逃不过 三百年的定律 所谓三百年定律 是许其安自己命名的 作为伪历史学爱好者 他从前十五千年的历史里 总结出一套规律 撇开藩王各自为政 蒙昧落后的周朝不提 没有一个朝代的国运 撑过三百年 两宋两汉 也是经过重组后的王朝 死来想去 大奉王朝 一世严守六百年 应该与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有关 小豆丁被绿鹅领回来了 肚子饿了便不哭了 他个头太小 够不到饭桌 坐在绿鹅的腿间 由他喂着吃 娘亲 我们为什么要住黑房子 每天都吃不饱 小豆丁想起自己前些日子的遭遇 他把大牢叫成黑房子 一桌人都不说话 深深露出了怜惜的神色 是爹做错了事了 小豆丁嗷了一声 我昨天饿醒了 抓了只虫子 头上有这个 他把两根短小的手指 竖在脑瓜上 那是蟑螂 与老鼠并称牢房两大地头蛇 一桌人脸色都变了 既惭愧又怜惜 让一个志同受这种苦 是他们的失败啊 你 你吃了 李如嘴唇颤抖 眼眶红了 他三十出头才生了这个幼女 虽说蠢了些 但是疼爱有加 小豆丁脆生生的说道 我后来听见娘肚子咕咕的叫 气氛沉默了一下 众人心里一沉 沈沈俏烈傻白 颤声问道 然后 然后我在娘嘴里了 娘吃的可快了 小豆丁一脸妖功的表情 沈沈身子疑惑 许新年慢慢地放着碗筷 我吃饱了 我也是 饱了饱了 饱了饱了 许二叔是一脑袋的点点点 沈沈呆了几秒 往桌子上一扑 不久后 嗷嗷嗷的 志同杀猪般的哭声 回荡在了夜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